周五 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在佛州海湖庄园 接待了亚迈加 巴哈玛 海地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圣卢西亚五国领导人 美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周五宣布 结束独裁统治者马杜罗政权的石油外交政策 不再给予其社会主义盟友古巴和尼加拉瓜石油补贴 同日 智利 哥伦比亚 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 巴拉圭和秘鲁国家领导人 聚集在智利首都圣地雅哥 宣布成立南美洲进步论坛 马杜罗为获邀参加 新组建的区域组织向所有南美国家开放 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是人民选举出来的 该组织将取代由委内瑞拉前社会主义独裁者查维斯 在2008年创立的南美国家联盟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